贾静雯最风光时刻不是成为三个女儿的幸福妈妈 而是二十年前坐在干爹吴敦腿上争相斗艳 2001年,眼瞅着马上奔三的贾静雯在弯弯迟迟查个打混 直到这年攀上内地圈成功入围了古装大剧 一夜间登上少男心中下辈子发誓要娶到的女人 而在他洋洋得意背后必然少不了一个大名鼎鼎的撑腰人吴敦 吴敦可是个没人敢招惹的大佬 在弯弯黑白两道横行八道 一脚踩进影视圈身边自然多了不少阴影艳艳 其中能排上号的就有长着漂亮脸蛋的贾静雯 况且吴敦这个大靠山有的是钱 一眼看中娇羞的贾静雯后 大手一挥就给他招揽来内地圈古装戏资源 而吴敦眼瞅着贾静雯一天比一天飞得高 生怕他飞到其他男人怀里 只要贾静雯回到弯弯休息 他就没少珠宝钻石大鱼大肉奉到他眼前 让外人看尽了两人的眉目传情 而吴敦却没少在外给两人打马虎眼 张口就认了贾静雯干女儿 妇女座界线想必没人再敢多说一句闲话 这倒是也没错 因为贾静雯压根就没看上他这个老男人 可是背后却没少收到干爹送来的礼物 五千万的大豪宅在吴敦看来都是一个庆功小礼物 可是贾静雯倒是个胡作作的人 张着吴敦的撑腰没少在背后惹事 因为拍戏与有夫之夫黄建群看对眼 丝毫不顾忌人家挺着运渡的正宫谈判 一次就撞破两人的私密室 气得正宫王柏渝当场早产 可是让贾静雯想不到的是 有朝一日报应会降临他头上 贾静雯压根就没看上干爹这个老男人 不可能一辈子都依靠他撑腰 于是在一番物色之下 攀上孙志浩这个豪门公子哥 可是他却想不到孙志浩是个风流花心男 怀了孙家种的他不被未来婆婆接纳 偏要让贾静雯的确认亲 才能进门而丢脸 而这边贾静雯即将临盆 孙志浩却勾搭带着美艳嫩膜风流一碗碗 不料把贾静雯直接气到早产 这不免被外人给扣上报应的帽子 虽然给孙志浩生下了个宝贝女儿 但贾静雯早就没心进豪门 在干爹吴敦的运作下 夺下女儿抚养全部说 甚至还让孙志浩鸣声臭大街 可是想不到有照一日 吴敦会追在贾静雯身后 破口大骂白眼狼 前脚有贾静雯给扣狗屎 后脚有张萌翻脸不认人 鬼剑仇吴敦为何要受两个女人的气 贾静雯因为争女儿抚养权 闹得人尽皆知 可是看足了他热闹 但是干爹吴敦倒是十分心疼他 没少用他后视的肩膀 给贾静雯一个安全的港湾 背后又砸了不少钱 让贾静雯靠着大女主戏 喜惊与前夫那场大戏 可是当吴敦需要用到贾静雯拍广告就场时 贾静雯却翻脸不认人 一口回绝吴敦 这让躺在豪宅里享乐的吴敦十分生气 没少在镜头前 骂贾静雯是个白眼狼 翅膀硬了就想飞走 狼心狗肺 但是吴敦身后最不缺的就是女人 贾静雯前脚退位 后脚张萌又坐上了干女儿宝座 要说他在余政手底下混得风生水挤 还靠着魏子夫一举坐上余政的爱将宝座 为何他会跑去弯弯抱上吴敦的大腿呢 其实这背后还少不了他不自信 但又爱美 不满意自己的他鼻梁 背着余政偷偷做了个恨天高的鼻梁 本来还想着赶快恢复好了 去到余政面前炫耀 可是让他想不到的是 他得到的却是余政的一顿臭骂 背后让人出招 去到吴敦手下求出路 可是虽然吴敦手里有的是钱 但是张萌却迟迟红不起来 因为似乎人人都难以接受变了模样的他 可是张萌却没少照镜子欣赏自己的美丽 觉得在弯弯能撑起半边天的吴敦也不过如此 气冲冲又回到了内地 约韩国欧霸过起了带货的婚后小日子 这没少让吴敦着急上火 气得他想不明白 手下的干女儿一个个都是个白眼狼 真的是瞎了眼 可是如果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我想没人敢惹一枪能爆头的吴敦 因为他当年手底下留了个响彻国内外的江南岸 吴敦可不是一人奋战 因为他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帮派 弯弯竹联帮 而他既然能坐上帮派护法之一的宝座 自然少不了他身上的那份感恩 当年江南岸当事人眉心的一枪 正是吴敦最美丽的成绩 自此 吴敦就靠着江南岸一举拿下鬼剑筹的下人名声 被关在牢里反省 可是当他出狱后却成了个话题人物 因为吴敦十分聪明 靠着他在弯弯的势力一举踩进影视圈 手底下因投资拍戏赚了不少大钱 这也让他身边少不了英英艳艳艳傍身 可是前后脚被两个干女儿坑了后 吴敦又被亲生儿子背后狠狠插刀 吴敦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 就是住院前转移了2.5亿的资产 因为吴敦身子骨欠家 毕竟又有心脏病的老病根 生怕自己才不过六七十的年纪就嗝屁 早就给自己留了后手 而长子吴敦岩没有他手里有存款 生怕当他犯病神志不清时 没人花钱救自己 干脆直接把他名下的五处房产 还有将近500万的现金 全都转到了长子名下 可是没想到吴敦这趟医院之旅 倒是没有一点生命危险 稍微被医生保养一番 就安安稳稳出院了 可是长子却不见了踪影 连同还有他手里足足2.5亿的资产 这让吴敦气得要发疯 手里的存款全都给了亲儿子 却不料被亲儿子给算计 吴敦想都没想 直接把亲儿子给告上法庭 但是儿子却一点都不在意 甚至是已经做好了不给亲爹钱养老 因为他早就一手收集了老爹年轻时的风流运势 并且把林林总总大大小小的风流势 全都给抖了在世人眼前 包养干女儿与女星风流一晚晚都成了看点 这也是让外人看尽了热闹 可是没想到这对反目成仇的父子俩 竟然在区区几年后迎来世纪大和解 长子吴婷妍原封不动地把钱都还给了老子吴敦 并且还喊话 拿着老父亲家底无非是替他保管而已 生怕他老糊涂了被年轻小姑娘给骗走 但难道替老父亲保管存款 还需要用风流运势给堵嘴吗 我想这背后的林林总总 恐怕也只是人家父子俩明白 这不难看出 尽管年轻气秤时 是个如何魁梧又撑腰的老大 晚年似乎都过得不尽人意 让外人没少看热闹 好了 今天的视频故事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各位看官们来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